新闻事件 法眼观察 法律案件深度解读 川普法治理念 解答法律难题 请听个案说法 大家好 久违了 我是方红 好长时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那我们的个案说法算下来也大概有整整一个月 没有更新了 那这期间我也收到了很多听众的问候 都在问为什么不更新了 什么时候能够更新 那么不更新的原因是我个人做了一下调整 希望能够在修整以后给大家做出更好听 更实用 更给力的节目 那更多的案件解读和信息 欢迎您关注我们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 另外您对节目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建议 都欢迎给我们进行留言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那么今天呢 我们跟大家来关注的案件呢 仍然是让人觉得很不轻松 也有些让人心寒 那具体案情呢 我们跟大家一同来了解一下 据重庆晨报上游新闻报道 游先生是厦门一家美资物流公司的大客户经理 他在这家公司呢已经工作24年了 可谓是元老级别了 那么公司早年呢是在厦门开立办事处 他就入职了 工作兢兢业业步步高升 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的 他的愿望啊就是为公司服务到功成身退 可是命运呢却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就在2015年9月 他在一次体检当中被确诊为肝癌 一时间是万年俱灰 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励下 他决定积极接受治疗 以求早日恢复 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然而呢就在被确诊为肝癌之后 发生了让他不敢相信的事 那么他的工资 从原来令人艳羡的高薪 到住院以后的第二个月 工资条瞬间降至1200元 那么在他看到工资条的时候呢 几乎不敢相信 只有1200元 我查了好几遍 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那公司的做法呢 确实是让他很寒心 他打电话给公司确认 原来啊 这就是他并驾医疗期间的薪酬 那么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没了经济来源 这游先生怎么办呢 他就和公司的台湾老板 协商数次 但是都没有结果 最终呢 他也是几乎崩溃 不仅工资悬崖式的下跌 而且游先生还要报铁钱 由于原先游先生的月薪 是25000块钱 那么他的医社保 字角部分金额 高达了4000多块钱 这样一来扣除1200元的工资 他还得倒贴3000多元 给公司缴医社保 那么两年的治疗期 游先生不但花光了积蓄 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 治疗期满以后 迫于经济压力 游先生原本打算回去工作 然而公司至今都没有安排工作岗位 他和公司上海行政总部交涉 得到的答复是 这是遵照厦门市地方规定处理的 是完全符合法律要求的 对于自己的遭遇游先生 仰天长叹 我为公司奉献了24年 到头来却是这样的结局 都不敢想接下来要怎么办 这是把我逼入绝境啊 那么员工病假期间 享有哪些权利 病假期间的工资 又该怎么来发放 劳动者又如何预防生大病重病时 没钱医治的状况 那就这相关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呢 今天我们就邀请上海远业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劳动诉讼部部长 黄志军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黄律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听众朋友您好 非常感谢黄律师 那么这个案件呢 广大的网友都普遍关注 今今夜工作24年 整个的青春几乎都献给了公司 献给了工作啊 但是呢 到头来生了这种大病 却得到这么一点工资 那么主要的问题 大家比较关心 就是咱们劳动者在病假期间 他通常享有哪些法律上赋予的权利呢 就是我们劳动法规定了 佣人单位对病假员工的一个特殊的保护啊 其中第一个保护就是 他可以享受的医疗期 是什么意思呢 医疗期就是指这个员工生病的时候 佣人单位不得以某些情况解除劳动合同的期限 且必须要发病假工资 也就是说 首先呃 这个员工啊 他可以享受的是医疗期 单位不得解除 呃 根据这个员工啊 在这个单位的工龄 他已经工作24年了 那么呢 在上海这边啊 因为这个案例讲的是厦门的 在我们中国他不同的地方 关于病假和病假工资呢 他有一些地方性的规定 呃 他工作第一年和第二年可以享受三个月的医疗期 第三年可以享受四个月的医疗期 以此类推 这是他可以享受的医疗期的期限 而不过最长啊 不得超过24个月 呃 对于本案当中提到的啊 那个黄肝癌的这个员工啊 由于他的这个疾病是属于重大疾病 他的医疗期是可以延长的 当然最低是延长到24个月 也就是说啊 这个员工他最低可以享受24个月的医疗期 这是第一个保护 第二个保护呢 就是我们这个案例当中提到的 就是他的工资瞬间降低 法律规定的医疗期的工资 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这个员工啊 在这家单位的工作时间 在上海 他是根据他在这个单位的工作时间来享受病假工资的 连续工资不满两年的 按这个员工的工资的60%发放 连续工资满两年 不到四年的 按本人工资的70%发放 连续工资满四年 不满六年的 按本人工资的80%发放 然后连续工资满八年以上的 是按本人工资的100%发放 在本案当中啊 这个员工他因为在这家单位已经工作了24年 肯定在八年以上 也就是说当他的连续修病假在六个月以内的 单位应该按照他本人原先的工资百分之百来发他病假工资的 呃 由于 有先生啊 生的比较严重的疾病 有可能啊 他的病假会比较长 呃 然后可能会超过六个月 刚刚我们也提到他可以至少享受24个月的医疗期 那么他在六个月病假修完以后还要继续修病假的话 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新的病假工资的标准 呃 从两万五一下子降到一一千二 我觉得肯定是不可以的 在这里啊 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定要提一下 也就是说 因为有的时候他的工资比较低啊 当然有先生的工资还可以 但是对有些员工啊 他的工资非常低 可能按百分之六十击发 会导致他的病假工资啊 低于最低工资 而且在这个案子当中还特别提到 他只有一千二的工资 如果扣出他的社保工艺金 他还要倒贴给公司 这个太不合理了 那么呢 我们上海这边的一个特殊规定是什么呢 如果按照我刚刚说的这个比例啊 乘以病假工资 导致他的这个工资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的话 那么应该按照他的最低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发放 而且这个百分之八分发生的工资啊 是指的是发放到员工手里的工资 是扣除了员工个人应该缴纳的社保和公积金之后的工资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其实作为尤先生 他完全是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权的 尽管可能对于厦门当地的这个地方性的相关的法规呢 我们不太了解 但是出入不会特别大 那么我们再了解一下 也就是说现在呢 尤先生他经过两年的治疗呢 经济上呢 确实压力特别大 那么他想回去工作 这种情况在法律上 他有权利去恢复自己之前的工作吗 这里啊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说他两年后能不能去继续工作 这里有一个小的一个时间点啊 因为我刚刚提到 刘先生他可以享受医疗期是不低于24个月的医疗期 那么呢 如果说他这个医疗期享受了以后 他想回去工作 根据法律的规定 他是有权利回去工作的 那现在呢 明显我们看到这家公司呢 就是他工作的公司 还没有给他一个答复啊 这个确实公司的做法 无论从法律上 还是从情理上 都让人觉得很难以接受 在实际生活当中呢 其实我们像尤先生这种案例 也并不是说很罕见啊 一旦就是劳动者得了这种癌症 或者是其他这样的重病 他要休息 可能两年都是少的 有可能更长的时间 具体法律赋予他多久的 这个病假期 是不是也有比较详细的规定 除了对于工资的规定以外 关于医疗期啊 上海的规定 他就是根据他的工龄 但是最长不能超过24个月 像特殊情况 像尤先生这种情况啊 由于他生的是重大疾病 那么医疗期是可以延长 延长的时间呢 是他是最低 不能低于24个月 但是最长可以守多久 上海这边是没有明确的 法律规定的 但是在司法实务当中啊 一般的用人单位 如果让员工修了24个月的病假 而员工还要继续修病假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他是可以以医疗欺满 这个理由来解除的 当然解除的时候呢 他是要支付一个经济补偿金的 另外刚刚主持人提到啊 就是说两年这个治疗结识的时候 这个尤先生呢 他就是想继续回去工作 而用人单位没有继续安排 在这里啊 就是我给听众朋友们出一个小的建议啊 也就是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我的建议呢 像尤先生 他就可以直接回公司去上班 当然由于公司没有给他安排工作 那是公司的问题 但是尤先生呢 他可以每天去 同时通过发邮件 或者发快递的方式啊 要求公司给他安排工作 从尤先生回到办公室上班的那天开始 用人单位就应该按照他正常上班的工资 来发放他的工资 而不应该发并假工资 即使尤先生什么也没有做 尤先生什么都没有做的原因 是因为用人单位不给他安排工作造成的 不是尤先生的原因 那么这种情况下 用人单位应该按照他正常上班的工资标准 发放他工资 那这个建议我觉得特别重要 也就是说 有些人不能认为公司拒绝他上班 他就不去了 那么这样呢 就可以成为一个用人单位 可能不给他发工资 或者跟他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之一了 那么也就是他还要去 不管公司什么态度 但是他是去了 而且他最好是要留下证据 他自己确实是每天都在去上班啊 好 网友明是三少 他就留言说 他说年轻时透支健康挣钱 到年老时用钱要买健康 而辛苦几十年 到头来还是不够还健康的钱 如此让人心寒 那么他也确实说到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大家的一个痛点啊 就是劳动者怎么能够预防 这种生大病重病的时候 没钱医治的状况 说实话啊 劳动者预防生大病重病的时候的 这个医治状况呢 确实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啊 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和作为朋友的一些经验 就是我们建议啊 他们可以买一些重大疾病险 据我所知 现在有一些保险公司推出了 各种各样的重大疾病险 当然关于哪一个保险公司推出的 更符合他们的要求 或者性价比更高 听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 因为我们知道啊 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保险 它其实就是报销的比例啊 还是有限的 其实我们可以额外买一个 商业的重大疾病险 其实仅仅依靠用人单位的工资和补偿 确实是杯水车薪 那么因此预防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比如定期的体检 比如购买保险 而在有了这些准备之外 用人单位也不该如此决绝的落井下石 让咱们劳动者流血又流泪 好在这里呢 也再一次感谢上海远夜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劳动诉讼部部长黄志军律师 那么大家如果想获得我们节目的图文资料 欢迎您关注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 在历史消息当中 就可以找到这期节目的全部图文资料 那么大家在生活工作当中 遇到一些法律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向我们进行咨询 您可以添加15974827467 这部手机号码的微信号 就可以找到我们他们都非常的资深专业和负责任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